。 我们在这个一周书,一周书里面有一篇叫《黄门》, 皇就皇帝的皇, 门就门户的门 皇门篇 皇门篇里面也是讲什么 讲百姓造民用往不在皇庭 他也是要举行大的事情的征求意见 所以百姓造民说 许许多老百姓 没有不在皇庭大的广场里面 就把他们召集起来了 所以这个就是跟左专里面讲的是一致 就是国勋朝国人 就是州里的循国人 所以在左专里面有具体的历史很多 例如说左专定宫八年 就是魏林公朝国人 魏林公他朝建的国人 朝建国人干什么呢 问什么呢 问叛进 就是说这个 因为这个我们说这是一个大事情 就是像这个魏国在春秋的时候他是个小国家 那么他必须跟着什么 跟着这个大国强国走的 因为小国他本身力量不够弱小 所以他必须要依附 依靠一个大国 所以他这个时候就是什么 就是问这个老百姓 因为在当时情况下 到底还是跟着进跑呢 还是不跟进跑 就这么一个大问题 就是他的这个国策 就是这个国策 所以就来问 征求老百姓的意见 还有像这个埃公元年 埃公元年这个时候 陈怀公朝国人 问欲与楚欲与无 这个情况跟上面的一样 陈国也是个很小的小国 陈怀公 就是把这个国人召集来 问什么呢 问说我们先金后 是吧 我们这陈国到底是跟着楚欲跑呢 还是跟着武跑 这也是一个大事情 是吧 你这个国策 是吧 你到底这个 在外交方面 你跟着哪一个强国走 是吧 这个事情 是吧 就也必须要通过这个 全民来这个 来这个 征求意见 甚至是表决 是吧 是吧 这两件事情 我们说都是属于这个州里里面 寻国无为的这个性质 是吧 因为这个 这个是因为这个国家 这个国家这个命运大事 是吧 你到底跟哪一国 是吧 因为你跟着不对的话 很可能你要倒霉了 是吧 你甚至这个 你这个国家都 都要给另一个强国把你灭掉 是吧 所以这是这个危急的大事情 是吧 这就是个具体的势力 就寻国为的具体势力 是吧 因为作为一个小国家 是吧 你这个导向 这个非常重要 你导向哪一个大国 是吧 你是国家这个存亡的一个关键 所以必须要什么呢 召集全民来征求意见 那么这种势力很多了 例如像这个 左战西空十五年 讲这个 靖国这个殷遗生 这个人 是吧 他朝国人 嗯 还有像这个 嗯 还有像这个 这个戒 这个介绍的戒 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意思是大 大的意思 戒重 那就是大众 也就是说这个 这个 世伯 立于这个 前进的地方 他要去 征求这个大众的意见 是吧 所以这个我们说 都是什么 君主啊 在这碰到一个大事不好解决的大事情面前 他需要去把这个老百姓召集来 是吧 让这个老百姓再发表他们的这个意见 是吧 而且呢 还需要怎么呢 让他们这个 来这个参加这个大会 是吧 还要让他们来 要这个 表决 是吧 不光是征求意见 还要表决 到底你赞成 或者反对 所以这个 在左转里面 也有具体的事例 例如说 左转哀功元年 是吧 当时就是五国的军队 已经打进了楚国 是吧 打进入楚国的首都了 是吧 那么 这个时候 这个陈国 也是这个小国 小国也 也碰到这个南亭了 这个楚国 他原来的就是 陈国是 就是靠了楚国的 现在楚国都给这个五国 这个 这个 这个战败了 是吧 所以这个时候这个陈国就要决定 他的这个 这个 这个外交的 是吧 他这个 你决策了 是吧 你当地 你还是跟着楚跑 还是跟着吴跑 因为现在吴国是强国的 因为吴国打 打进了楚国 是吧 是吧 那么这个陈国 因为一向是就是跟着楚跑 现在就是楚国被新兴的这个强国 武国所战败 那么现在这个楚国 陈国到底是应该还是跟着原来这个强国楚跑呢 还是说跟着现在这个新兴的强国这个武国跑呢 是吧 所以必须要做出这个 这个一个决策 因为这是关系到国家存亡的大事情 是吧 所以君主要求 就是什么 这个 这个 由这个百姓来表态 啊 啊 所以当时左战上就是说这个 说这个 这个 成果就是说这个 这个 向右或者向左 是吧 那么这个向右向左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个 对不对 那么根据这个清朝这个学者 汇动 汇动的解释 他是这样的解释 他们所谓这个向左跟向右是什么呢 具体的内容是什么 说就是把那个衣服上那个 左边那个肩膀是吧 把它露出来 把衣服这个拉开 露出一个左肩膀 或者是露出一个右边那个肩膀 这个就是说 就相当于我们今天这个举手一样的意思 是吧 那么 上一只君主去看 看这个露这个左肩膀的人多呢 还是露右肩膀的人多 然后呢 这就是一个表决 表决结果是吧 那么这个说法呢 我们说很有意思是吧 但是我们说 它的根据是什么呢 根据就是这个 西汉初年这个 这个就是这个呂后 是吧 呂后那个时候不是发生的 也是这个呂是要来这个 算权嘛 是吧 所以当时就是 当时这个周伯 周伯在这个军队里面 就发布一道命令 他说你们大伙 你们要帮助这个呂是吧 那么右探 你把右面的肩膀打开 你们是要想要就是来保这个刘家的 那么你们就把这个左边那个肩膀打开 所以这个我们说 会动引用这个汉书这个例子 我觉得是很恰当的 大概就是我们也会推测出来 左传里面讲的是左右 大概就是跟这个西汉初年 这个露左膀子右膀子 应该说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也是说明 当古人也是表决的一种手段 跟我们今天举手是一直一样的 那么 那么春秋时的国人 古书上讲的这个众人 或者庶人 或者万民 那么这个主要都是指什么 当时就是有这个权权的公民 公民 由于这个古老的我们说民主传统 是吧 我们在当时还有一定的这个作用 还有起一定的作用 所以军臣在这个政治斗争当中 是吧 我们就发现什么呢 国人在政治上 他带有举足轻重的这个作用 所以这个君主跟贵族 是吧 他们都要在这个政治斗争当中 是吧 他们都要这个去积极地去争取 或者得到国人的支持 这个是对他们这个政治斗争当中 起决定性作用的这个 一种贵族 对吧 所以这个左章里面记载 君主或者秦大夫 是吧 这个盟国人的记载是很很常见的 就是他们跟这个什么 他们未来进行政治斗争 他就要来拉拢一部分的国人 跟他们来结盟 是吧 结盟 所以这个就说明了什么呢 说明了当时就是这个 这个国人 国人的这个 他那个向背 我们说在这个 一些政治活动上 它是起很重要的作用 所以这个君主也好 贵族也好 他们都会这个 怎么样去争取这个国人 对他们的这种支持 是吧 那么在氏族 自这个时期是吧 我们知道 全氏族当中是吧 从上到下 我们说人人呢 都有对整个群体 发生的事情 可以发表的意见 有这种权利 是吧 那么这种这个旧的传统 我们说到春秋的时候 依然存在 所以这个 例如说这个 左战相公十四年里面 就看到什么 看到当时这个靖国 就是这个 左战里面 借这个靖国的诗矿 诗就老实的诗 矿就是那个矿野的矿 是吧 借诗矿之后 讲了下面一大段的话 来赞扬什么呢 赞扬这种广开沿路的 这种历史传统 他就说什么呢 诗矿说说 说这个智王以下 从这个周天子以下吧 各有父兄子弟 以捕杀其政 那意思是什么 说这个周王 他都靠了他的父兄子弟 就是大家 大家族的成员们 来什么 来这个等于说 来这个 监督这个 上面这个 这个 政治 所以他底下就说 始为书 古为诗 功颂 贞检 代夫 归会 誓传言 庶人 榜 商旅于誓 百公献益 那么这个上面 他就举了一系列的 这个 就是这个 各种 各种 不同身份的人 就是说明他们都有这个 什么 权力 什么 来这个 来发表这个意见 对政治 发表意见 那么里面包括什么呢 包括这个史 史就是这个 这个史官 是吧 史官他通过什么 他写这个书 来 来表态 古为诗 古就是这个 瞎子 瞎子什么 瞎子 来担任 瞎子 不过 还有就是功 功也是 岳功 还有就是代夫 代夫一级 还有就是比较低 就是士 还有就是树人 还有就是商 还有功 所以他们都有权利 什么 来对这个政治 发表意见 就是不同的 这个身份的人 是吧 从这个贵族 父兄子弟 是吧 就是国军的父兄子弟 还有就是到这个史官 到这个盲 盲乐师 是吧 还有这个代夫 还有这个士 还有庶人 是吧 还有这个商人 是吧 百公 就是手工艺者 是吧 他们都有权 对这个政治发表意见 是吧 所以说 他说这个 他也 左载引的这个下书 这个上书里面 这个 这个 这个官一个下的上书吧 是吧 他说 求人以目夺寻于路 说 碰到这个大事情的时候 有个求人这个官 拿着那个木头那个帮子去敲 在路上去敲 是吧 是吧 就是什么 敲就是让这个大家来 赶快来 来发表意见嘛 是吧 来参加表决 是吧 他说 所以这个 他这个 我们说他这个 这个 这一段的这个 话是吧 是很重要 重要在哪里 就说明在古代的时候 是吧 确实就是说这个 因为当时有这个 这种民主 民主的传统 所以说每逢到要发生大事情 是吧 这个 这个君主是吧 跟上次的大官是吧 他们都要 用现代话 就是发攻击群众 各个阶层的人 让他们来对这个政府是吧 发表自己的意见 或者是吧 一些看法 所以这个里面 父兄子弟就指的是 王的 或者国军的这个亲属 他家里人 大贵族是吧 大夫 还有这个 就是素人 那就比较低的这个 小贵族 或者平民是吧 甚至于包括一些 比较这个身份 比较这个 这个 卑贱 卑贱的什么 比如像这个 奏乐的乐工 那些 瞎子 这个盲乐师 这些人他那个地位 就比较低了 但是 还有像工商 素人 他们地位也是比较低的 比如贵族低的 但是 不管怎么样 他们都有 享有这个民主的权利 或者说 可以这样说吧 在当时来讲 这个民主带有这个权利的性 就是说 这个老百姓里面 不管他那边上下 或者这个 贵贱 是吧 他们都有权 发表自己的利益 所以我们说 这个民主应该是 比较充分的 比较广泛的一种民主制 所以左传举的例子 都是这个 禁国的情况比较多 实际上 我们说当时各国 普遍都存在 普遍都存在这种 这种广泛的民主制 古老的这个民主制的参与 他还在这个起作用 所以孔子 对当时这个建议 看得很重要 就是说 下面人 给上面人 这个提一件 比如说 孔子说 说什么呢 说天下有道 如果政治比较好 比较正常 那么他说 这个庶人 他不会发表议论 不会给你提一件 孔子讲的话很重要 他就说天下有道 如果政治比较好 这个舆论就不会发生这种 压缝纹起来 来议政 所以说这个有道之士跟无道之士的差别 就是这 如果老百姓都不起来 大家有很多意见 要提一件 那就说明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政治环境 所以他就不会有这种社会舆论 对这个政治起到一定 这种批评的这样的现象 那么到了这个春秋末期 我们说这个情况就有所变化了 因为这个君主权力 它还是在不断地加强 尽管我们是以前 它这个君主权力很差 不强 由于这个民主这种参与 起了意志作用 它不太容易 后来它起的这种作用越来越弱 所以君主权力就不断地加强 当然我们说君主权力加强 也是一种历史的要求 那么总而言之 就是他们对这种传统的舆论监督 就是说新兴的君主 越来越反感 他不喜欢这个文 因为老是庶民益政 成为一种君主不喜欢的一种 所以原来这种比较纯厚的风俗 这种益政也走向了反面 而且后来的君主无法容忍这种 习俗 所以甚至在心理法律条文当中 义政被认为是一种犯罪 所以这个我们看到 这个跟原来 我们说大家都把它看作一种 好的一种风俗习俗 那么正走向了这个反面 所以这意味着古老的民主成为 就马上就要从历史上就开始消失了 现在按照西方人的观点 认为这个古代历史上 只有这个西方实行过民主 好像认为这个东方一向是一种专制 那么这个东方的这种专制 好像跟西方的这个民主 还是一种对立的 那么这种说法 我们说是处于一种欧洲人的这个欧洲中心论 因为他们也成为一种这个一种成见了 就认为这个东方历史上是吧 他们没有民主 实际上也是我们说 也是他们对这个东方的一个缺乏了解 我们现在就根据中国的这个古籍是吧 《上书》《左传》《诗经》是吧 这一书来看是吧 明显的看出什么 从商周到春秋 这个民主之力原则一直是贯穿的就是在 这几个历史时期当中 这个政治当中的各个领域 凡是国军在遇到大事不好解决的时候 他都必须要怎么 跟这个全体国人的商量 是吧 并根据大家这个表决 是吧 来行事 是吧 另外 无论是大小的贵族或者平民 甚至包括一些比较低限的人群 他们也都有异政的权利 是吧 所以我们说在当时人看来是吧 这一种天赋的权利 是吧 从春秋史来看 当时这个民主这个实行 应该说是非常的广泛 是吧 是吧 而这个我们今天如果跟这个古代一个希腊的 对罗马历史来这个比较的话 是吧 我们又会发现 中国跟这个欧洲 我们说在当时来讲 它没有什么太大差别 是吧 是吧 所以我们说这个 现在这个西方人这个 动不动讲这个东方古代是专制是吧 我们说这是一种不符实际的一种看法